一只猕猴霸占一辆紫色的婴儿车 翻找里面的食物 拿出三名之后用嘴巴咬着 乍看要离开 结果下一秒 猕猴突然开始激动的跳上跳下 造成婴儿车翻覆 水壶 雨伞 物品都掉下来 一旁的游客也吓了一大跳 直说寿山动物园的猴子越来越夸张 民众常常一个不注意 身上的零食就会被猕猴抢走 中山大学也常常有猕猴出没 就算车主在旁边 还是大胆偷走鸡车上的香蕉 之前也曾发生学生的食物 被猕猴抢夺而受伤的意外 食物拿在手上 然后就被他看到 然后就追着跑了 然后有被抓伤吗还是什么 有 针的时候有不小心被抓到一间店 然后就预防性去打一下针 那个针多少钱 三百多吧 消防为了保护学生 宣导如果遇到猕猴抢时 请立即放弃食物 以免受伤 学校从2月1号到7月31号 事办补偿措施 如果被猕猴抢走食物 只要依校内店家的发票或收据 每人每餐补偿上限100元 我觉得还不错 我觉得补贴要多一点 被猴子攻击他会 他会打那个破山峰啊 那个钱蛮多的 我觉得这个也要补贴一下 其实对学生的权益也有保障 因为毕竟猴子也是 不可抗的因素 最近都没被抢啊 所以没有什么感觉 学生对于补偿措施有不同看法 不过截至18号 还没有人提出申请 消防保护学生 避免抢食受伤 但最终还是希望 这些弥猴行为 不要越来越暴力 TVBS新闻林一邦 陈嘉童高雄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